谷歌公司计划在硅谷盛河西市中心 新建可容纳2万名员工的办公区 不过有民众担心当地租金会上涨 并且带来交通拥堵 周三 民权团体在谷歌山景城总部外 举行抗议活动 要求谷歌提出解决方案 在山景城谷歌园区内 民权团体硅谷崛起等组织高喊口号 集体抗议 谷歌计划在圣河西市中心 新建谷歌村 预计占地240英亩 办公面积达800万平方尺 可容纳2万名员工 比苹果库布地诺总部大三倍 社区民众担心高收入的工程师 涌入会带来租金上涨等问题 社区要求含包括 融资一项可负担住房社区管理基金 确保圣河西有足够的可负担住房 不出现有人流离失所的现象 确保所有面临驱逐的圣河西租户 得到公正的审理并提供10年的法律援助基金 当天 硅谷崛起等组织将信件转交给谷歌方代表 并表示希望看到有相关的行动 新唐记者金亚兰 于伟 湾区山景城采访报道